其實這一支的話它可以塑造就是很自然的一個膨度 像韓國人的髮根都很利益 其實這一支就可以用 嗨 大家好 我是髮型師LOOK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的工具箱 超多 因為我工作的時候其實我喜歡我的東西是很乾淨 然後一袋一袋 所以像我的造型可能就會這樣一袋 電棒類的我也會這樣一袋 然後我非常推薦就是出國用的衣物分裝袋 它就有非常多的大小 像我的梳子我也會很喜歡這樣一袋 然後我需要它的時候我就會知道它在哪裡 用完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它放回去 就是這個用彈性繩做的 它是雙勾 國外後台就有這個東西 它比如說你梳油頭的時候只要把兩邊綁起來 勾著就可以了 不需要噴太多的膠 然後它也非常適合用在綁麻尾 你不需要綁上筆筋繞得很緊 你只要用這個 刷好你的麻尾 勾起來繞繞 另外一邊把它勾起來 所以其實日常我也很推薦這個 雙勾做的彈性繩 非常的方便 我的一些髮夾 夾子我都會放在這個小盒子裡面 然後這個盒子裡面有兩個東西我必帶 毛線針 就是邊毛線用的 像通常我會用到這個的情況下 就是比如說有一些要綁高馬尾 或是我綁了一些辮子 我必須要把頭髮縫在一起啊 或是說我綁一些頭髮 要用很多毛夾 其實我覺得很麻煩 然後大家我很推薦可以買這種 它的頭是圓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去刺到模特兒啊 或是藝人的頭髮 然後後面只要綁上你的彈性繩 其實綁起來的頭髮啊 或是縫起來的頭髮 都非常的牢固 然後還推薦大家 就是比如說我們看歐美的一些 黑人的編髮 他們都會在上面加一些 有顏色的繩子 所以我就會把它綁在後面 那我就會準備很多顏色彈性繩 然後綁上去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縫 會非常的快速 然後再來一個這個 梳子 我最喜歡用的梳子 它跟一般梳子不一樣 它這邊是比較短 前面比較長 我覺得握起來 跟可以梳到的頭髮比較多 所以我的梳子一定有這一支 我每次出外景 只要找不到這支梳子的話 我就會很焦慮 所以這支梳子是我必備的 我都會買兩三支放的 所以這支我非常的推薦 很好用 非常好用 這支小支的梳子夾 它很特別喔 因為它是韓國的梳子夾 它的弧度是半圓的 然後現在很多人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髮根會變塌 其實這一支的話 它可以塑造就是很自然的一個膨度 像韓國人的髮根都很立體 其實這一支就可以用 而且它還加了一個這種塑膠的 就是你用完你不用等它冷卻 你可以直接放回去 然後它有一個專屬它的皮套 然後你只要把它裝回去 然後拉起來 像外出啊工作什麼都非常的方便 像我自己出國 男生我也很推薦梳子夾 因為其實它是同一個牌子的 只是有分不同的大小 然後像這支梳子夾 其實我就很推薦 比如說像女生啊或是男生 韓國女生不是很喜歡夾那種捲捲的瀏海 或是鬢角有一點彎度 其實這一支梳子夾非常的適合 而且它的厚薄度跟前面的距離 蠻適合 有一些人在夾直的時候 其實很擔心太厚的梳子夾 一夾下去會有一個壓痕 但這一支完全不會 而且它非常的順手不會咬頭髮 像我很推薦這個 因為女生其實很擔心 分線的地方看起來空空的 然後上面會覺得不夠豐厚啊 其實我很推薦這個髮粉 它可以讓你塑造你上面的頭髮 看起來比較豐盈 因為如果有白色的話 你就會覺得好像有點禿頭 然後像這個髮粉我非常推薦 是因為買來的時候其實它就有這個壓頭 你不用擔心像一般髮粉用灑的 很容易就是灑到衣服啊或灑到額頭 然後它可以局部定點這樣噴 好處是它有很多顏色你可以自己調整 但如果你擔心頭髮 髮根噴起來太黑 你可以買一個咖啡色去互相調和 只要裝上這個頭就可以 再來一個好處是它會附一個梳子 它可以架在你的髮際線 你用噴的話 你這邊就會比較自然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個髮粉 它可以塑造你頂部區 看起來比較豐厚 可以塑造你嗎 自然的女生通常都會使用梨子夾對不對 但我會推薦一個東西 就是你在吹頭髮吹乾之後 要夾梨子夾前你可以噴這個 它也是歐背的 它是鏡面噴霧 因為自然的女生其實第一 她很擔心頭髮毛燥看起來沒有光澤度 夾完之後雖然說會有一定的光澤度之外 可是其實有時候遇到失去很容易反擊 那我會建議你可以噴這個 在每一片你要夾的頭髮上噴上這個 夾完之後你的頭髮就會像鏡子一樣的亮 所以這個就要鏡面噴霧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適合給自然捲的女生 然後想要夾指的人使用 如何防止 其實我發現 因為台灣天氣真的很潮濕悶熱 然後再加上我發現很多人 洗完頭之後都不把頭髮吹乾 你不把頭皮吹乾的情況下 你立刻睡覺 你隔天起來其實真的很容易出油 所以你說要如何防紮出油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要從日常生活洗髮的時候 你就要做起 落髮的話就像我回歸到剛剛講的 其實頭髮你一定要在日常的時候 你就要去保養它 所以像落髮的問題 有一部分可能是你可能飲食或是壓力或是頭皮的狀況 那這些都是生活作息造成的 但我會推薦說如果你真的擔心落髮的情況下 你洗頭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尤其是在頂部去 因為掉頭髮其實有一部分都是在頂部去 你會發現很多人掉頭髮的時候上面會有一些短 然後看起來就會毛毛的 所以在洗頭的時候 旁邊你可以輕微的這樣去搓它 但頂部你一定要用按壓的方式 因為頭皮有毛囊嘛 它本來毛囊這麼大 你的頭髮本來是這樣 當你有壓力越來越大 其實它會一直把你的頭髮往下壓 往下壓 你就會覺得壓力大的時候 你頭髮很容易不碰 再很容易比如說很容易斷你 那你就要用按摩的方式去鬆開你的毛囊 你不可以去搓 然後反而會把頭髮搓斷 那你其實試了 用這個方式去洗久了一段時間 你去拉你的頭髮 你會發現它會越來越掉 越少 就要用按摩的方式去洗頭 就可以預防落髮 再來是洗髮精也很重要 就是要挑對適合你的洗髮精 扁它的話 我會推薦這個 我有兩個品牌可以推薦 如果你預算是夠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個牌子 它叫歐貝 然後它是髮界的愛馬仕 頭髮細的人很容易變 擔心變塌 那台灣天氣又偏潮濕 所以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些打底的造型品 但使用打底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把頭髮噴濕 但這個我就非常推薦 它可以支撐你的髮根 然後如果說你預算有限 你可以使用這個 Karen Morphe 然後這個我也很推薦 其實它的名字就叫抗地吸引力 顧名思義就是 可以讓你的髮根站起來 然後去對抗地吸引力 不要往下塌 所以這個我就蠻推薦 你在你要膨的地方抹上它 吹乾就可以了 但一定要打濕頭髮在門 不然其實造型也都附著在頭髮上 你就會覺得越來越腫了 很多女生會有一個迷思 臉大要靠瀏海去修飾 然後就會想要一直遮住它 其實我真的會建議女生 就是可以嘗試 比如說不同的瀏海 然後把頭髮剝鬆 不要刻意說去 一定要把臉遮住 其實你越蓬鬆的頭髮 你蓬度落在對的位置 其實臉的比例會拉長 那瀏海的長度也是 就是你只要剪出適合自己的長度 然後瀏海的層次落在對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去修飾你的臉型跟顴骨 膨度會影響一個人的臉型跟頭型 像我 我的臉算長 比較不適合這邊又要圓進去 然後這邊又過膨 所以我的膨度只能落在前輪這個位置 因為當我頂部去過膨的時候 看起來整個人會變得很瓷器 然後所以就像路上很多 其實我看到一般男生 像他們撿油頭 他們都只會覺得 油頭就是把兩側推掉 然後上面往後裝 但是有時候膨度造成過膨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整個臉變更長 然後頭型變得很像一根蘿蔔 所以其實我覺得 膨度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都要注意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都會回覆 記得要訂閱Vogue YouTube頻道喔 大家下次見 掰掰